这是亚瑟王留下的那把石中剑 上校约约欲试想将它拔出来 但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都没能成功 就在这时一个全息投影出现了 他说自己就是亚瑟王 这里有他留给地球人的神秘遗产 但是只有智慧勇敢的人才能得到他 说完亚瑟王就消失了 丹尼尔博士惊讶地说 原来亚瑟王是几千年前来到地球的外星主 这样他很多传奇的经历就解释得同了 但是他到底给地球人留下了什么宝贝 几个人分成了两组在山洞中寻找 丹尼尔博士发现了一个房间 走进去后石门突然轰得一声关闭 房间正中有一个小石台 上面放着一金一银两个小盆 小盆下面用古老的外星文字写着两句话 金盆下面写的是宇宙是无限的 银盆下面写的是盆中有宝贝 美女猫勒忍不住打开了银盆 发现里面并没有宝贝 因为他们没有提交正确的答案来通过考验 所以引起了房顶的石板开始下降 猫勒赶紧又打开了金盆 发现里面竟然也是空的 丹尼尔博士叫他不要乱动 他想起古人种族有一句谚语 真相只有一个 宇宙是无限的 那就应该打开金盆才是正确的 于是他们赶紧将盖子都盖好 然后重新打开了金盆 他们惊讶的发现里面出现了一枚金盆 这时房顶的下降停止了 看来他们通过了考验 而此时另一组人也遇到了麻烦 他们要按照顺序排列一组石牌 但上校完全不知道石牌上写的是什么 正在他手忙脚乱胡乱摆放的时候 突然发现下面提示鱼写着镜像两个字 上校这才发现原来石牌上都是普通的数字 只是被镜像了 他马上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好的数字 房顶停止了下降 两个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智慧的考验大家都通过 于是几个人回到石中剑那里 这次上校很轻易的就将剑拔了出来 可还没等他高兴 一个身着铠甲的武士就凭空出现了 他拿起手中的剑就朝着上校卡了过来 上校吹牛说他在军校可是练过 可没过几个回合他就无法招架了 赶紧呼唤队友帮忙 队友端起枪朝武士射击 但发现他只是一个全膝投影 子弹无法打到他 可武士的剑却可以真实地砍在上校的身上 虽然没有伤口但是也非常的好 上校没办法只好咬牙坚持 但是很快又被打倒在地 队友让上校把宝剑丢过来 帮他对付这个武士 结果上校将宝剑丢过去 宝剑直接穿过了队友的身体 原来这个考验必须是拔出剑的人自己来完成 上校挣扎着跑过去捡起了地上的剑 继续跟武士战斗 没有了依靠别人的想法后 上校爆发了自己的全部钱 只见他疯狂地挥舞手中的长剑 连劈带坎很快就将武士杀死了 全膝投影消失后 上校将宝剑重新插回了石头里 突然间他的周围变得金光闪闪 无数的精英财宝出现在了上校的身边 但他们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直到有人在财宝堆里 发现了亚瑟王留下的奇怪机器 才让所有人又激动了起来 这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他们把小石头放了上去 这台神奇的设备马上就启动了 紧接着他们穿越了几千光年的距离 两个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他们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才明白过来现在是在别人的身体里 而此时他们在地球的身体 已经没有了意识 躺在了病床上 科学家想拿下设备上的小石头 却发现根本就扣不下来 丹尼尔博士他们这时 跟着人们来到了广场上 并在牧师的带领下做起了祈祷 他们在跪拜一个叫做Oi的 并且这一拜就是六个小时 两个人差点崩溃 但奇怪的是 这里人好像不需要干什么活 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祈祷 并且都非常的虔诚 难道这里真的有神的存在吗 回到家的Vala在床底下 发现了一本书 打开后里面竟然有两个小石头 跟他们在地球上发现的一模一样 看来是他们之间互相建立了联机 才让两个人进入到别人身体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丹尼尔博士打开门后 一个男人神秘兮兮的溜了进来 质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去开会 丹尼尔博士只好跟他说出了事情 自己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类 没想到男人听后没有特别的吃惊 反而非常的惊喜 他说自己是图书馆的管理员 他们最近发现了一些秘密 这里的神好像一直在欺骗他们 因为牧师一直跟他们说 他们是由神带到这个世界的 并且不让他们进行任何考古挖掘 但是他们偷偷地挖掘后 发现了一些祖先留下的神秘科技 比如那两个小石头 他们怀疑自己被神给圈养 丹尼尔博士说根本就没有神 但男人说这里的神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都亲身体会过神的力量 这时外面突然变得热闹起来 丹尼尔博士赶紧出来查看情况 原来是他的伙伴 猫拉被牧师抓走了 准备放到刑具上烧死 牧师说他的身上附着了不干净的东西 然后让人点着了眼 到进了刑具中 丹尼尔博士想上前阻止 却被人死死地抓住 他只能眼看着火焰慢慢接近猫拉 猫拉大喊着救救他 但所有人都只是冷漠地看着 很快他就被烧成了火焰 这时一阵奇怪的风吹了过来 大火瞬间就熄灭了 然后一个牧师出现了 所有人都赶紧向他跪拜 丹尼尔博士抱着猫拉被烧焦的身体伤心欲绝 这时只见牧师拿起手中的权杖对准了 权杖发出了蓝色的光芒 紧接着奇迹发生了 猫拉身上被烧焦的衣服和皮肤都恢复了正常 人也活了过来 丹尼尔博士从来就不相信世界上有神的存在 但这么神奇的力量又如何解释呢 然后牧师带着丹尼尔博士他们去了神的住所 丹尼尔博士说他想见见牧师说的那个神 于是牧师将他带去见了主教 丹尼尔博士刚想介绍自己 可主教就准确地叫出了他的名字 并知道他来自地球 主教说他已经派了一个牧师前往地球了 那里的人必须接受他们的教化 丹尼尔博士说地球是一个有很多种信仰的地方 大家都互相尊重别人的选择 但主教却说只有他们偶爱的教化是正确的 他们会净化那些信仰错误的人 丹尼尔博士这才意识到 他们给地球惹了一个大麻烦 此时地球基地里 将军正在调侃前来传教的牧师 在他们眼里这家伙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但是丹尼尔博士将他遇到的情况告诉了将军 将军吓得赶紧叫人将牧师的手杖抢了下来 并告诉他人类永远不会跪拜这些假事 牧师大喊了一声神圣的嗡嗡 然后手杖又飞回了他的手中 紧接着他的身体燃起了熊熊烈火 然后轰的一声就消失不见了 大家都被牧师疯狂的举动吓得呆住 这时基地里突然传出了警报声 丹尼尔博士和Volet的身体突然情况危急 他们此时正通过这台机器连接在别人的身体中 而那两具身体此时正被绑在刑具上准备处死 大火马上就要烧到他们身上了 基地里的科学家却无法中断连接 情况紧急 上校准备直接摧毁这台机器 他们拔掉了机器上的导线 然后将机器抬到了新门室 随便拨了一个新门地址 新门接通时 临时虫洞造成的不稳定湍流 会分解掉一切接触到的物质 他们就这样利用星际之门将机器摧毁了 机器被摧毁的一瞬间 丹尼尔博士他们立刻醒了过来 但可惜的是那两个本地人刚恢复意识 就发现自己置身于渤海之中 现在邪恶的OI发现了人类的存在 而人类却不会对他们俯首称臣 虽然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星星内 但他们依然要前来征服我们 他们就是建造星际之门的超级主 拥有银河系最强的科技力量 他们可以建造巨大的星际战舰 甚至还可以建造让飞船通过的超级星人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该如何应对 大和尚把手杖往地上一扎 然后向前猛地一推 眼前的几个人就像被吹飞的风筝一样 丢到了太空中 然后他面不改色地继续念着自己的经文 并在周围建起了护盾 赶来支援的士兵使用各种武器都无法突破护盾 最近这些奇怪的牧师突然出现在很多星球 并要求人类信奉他们 遇到不听话的地方 他们就直接释放病毒 让那里所有的人全都病倒 等当地人死得差不多的时候 牧师再回来将他们救活 活过来的这些人立刻将牧师败为神明 并心服口服地向他跪倒 可丹尼尔博士知道他们的小技能 大骂牧师手段太卑励 可牧师却毫不在意 气得瓦拉直接一缩子子弹打了出去 但让他们吃惊的是 子弹头都停在了牧师的身前 无法伤害他分毫 他让丹尼尔博士将看到的这些都回去告诉地球 地球基地的将军听说这些情况后 想看看这些装神弄鬼的家伙 到底有多大本事 他让丹尼尔博士携带着地球上威力最大的核弹 去消灭那些狂妄的牧师 飞船到达后 几个人通过光传送将自己传进了护盾中 由于外面一直用武器攻击 护盾里的空气已经变得有毒 无法呼吸 上校将核弹设置好之后 劝牧师赶紧离开这里 不然真的会将它炸死 但牧师毫不畏惧 他说自己牺牲后会被神带走 然后就自顾自地看起了书不再说话 丹尼尔博士他们赶紧返回了飞船 核弹的倒计是结束了 牧师将手放在了星际之门上 想保护他不被核弹炸火 紧接着核弹引爆 但让大家吃惊的是 核弹不但没有炸火护盾 反而让护盾急速地扩大 原来是护盾吸收了核弹的能量 加速完成了牧师占领这里的计划 突然卡特博士惊讶地发现 这颗星球正在不断地收缩变小 拥有这种能力的文明真的太可怕了 正在这时星球上突然飞出了很多长方体 有一些还撞击在了飞船上 直接将飞船击毁 长方体在星球的轨道上组成了一个大圆圈 丹尼尔博士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 卡特博士说他猜得没错 这就是在组装巨大的星际之门 这么大的新门 是要将什么可怕的大家伙运来这里 看着不断缩小的星球 卡特博士突然明白了一件更可怕的事 星球收缩是因为牧师想制造一颗黑洞 只有黑洞的能量才能给如此巨大的星际之门提供能量 此时巨型星门已经快要组装完成 只剩下最后一块长方体了 瓦拉不想坐以待避 他偷偷地驾驶着一艘小飞艇 停在了最后一块长方体的位置 破坏了巨型星门的结构 这时星球的收缩已经到达了极限 起点形成了 星球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巨大的冲击波将未完成的星门摧毁 瓦拉在最后一刻开启了传送坊 但是却没能成功返回飞船主 这个星际大骗子没想到还有自我牺牲的伟大精神 卡特博士说飞动行程的一瞬间 他监测到有一股物质流被吸了进去 可能瓦拉并没有死 他还活在宇宙的门地 屋子里凭空出现了一个小男孩 把卡特博士吓了一条 而他下面说的话则更让人吃惊 他说自己就是卡特博士的前男友欧灵 可欧灵是一个眼神忧郁的成年帅哥 跟这个小孩子可完全不搭面 是做了一颗超级大的宝石 但因为欧灵并不是人类 而是超级种族古人的一员 所以很多组织都想将他抓去研究 欧灵不得已 只好自己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星际之门 离开了地球 而这次他又突然回来 他说是为了阻止人类被滚命 因为最近一种病毒在地球上飞快地传播 感染上的人几十个小时之内就会死亡 现在外面的世界已经乱了头 而释放这种病毒的神秘牧师 欧灵说他非常熟悉 他们很久以前和牧师的主人案 是同一个种族 但文明发展到顶峰之后 他们在哲学上出现了分歧 一伙人认为科学才是文明的最终目的 而另一伙人则对宗教信仰非常的狂热 两伙人最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理 后来科学派离开了故乡来到了地球 而宗教派一直在故乡发展壮大 他们靠人类对他们的精神信仰获得力量 宗教派的牧师来到地球后 想让地球人将他们当作神来膜拜 但地球人拒绝了他们 于是牧师对地球人释放了病毒 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很多星球都惨遭他们的毒手 欧灵这次以孩子的样貌回来 是因为成年人的大脑装不下古人种族所有的知识 他要用这些知识帮助卡特博士研究药物治疗疾病 但他的速度必须要快 因为这些知识在他的大脑中正在渐渐地消失 于是大家赶紧开始了工作 欧灵说这种病毒是用牧师的DNA作为基础生成的 如果拿到牧师的血样就很容易成功了 但这些牧师可是被他的主人升级过的人类 他们的大脑已经高度进化 不但可以控制任何物体 甚至可以随意操控人类的生死 这么强大的生物 想抓住它简直天方夜台 可大家最终还是想到了一个疯狂的办法 他们制造了一台设备 这台设备能产生超声波立场 理论上可以阻断牧师大脑中超能力的部分 但是超声波的具体频率还不清楚 所以要在实战中测试 这可是个要命的活 上校他们来到了一个牧师经常去的心情 并把设备埋在了图里 没多久牧师就来了 他们将牧师引到设备的范围内 为了测试设备是否有效 上校冒险去挑衅牧师 牧师一挥手就将上校打飞了出去 然后又让他悬浮在半空中 质问他为什么要挑衅自己 这时丹尼尔博士在一旁切换不同的频率 测试机器是否有效 上校跟牧师东拉西扯拖延时间 最后牧师失去了耐心掐住上校的脖子 就在他快要窒息的时候 牧师的超能力突然消失了 上校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设备终于生效了 牧师很惊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此时上校赶紧爬起来将他打晕了 牧师醒来后发现已经被踩了血氧 他想拿回自己的权杖 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超能力 为了说服他 将军带着欧灵来到了他面前 欧灵以捕人的身份告诉他 他们的神欧爱欺骗了他们 欧爱是利用信徒的信仰力量为使 所以他们是不会让牧师死后加入他们 分享他们的力量的 牧师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挣脱了设备的控制 把将军拖过来掐住了他的脖子 上校赶紧从后面开枪射杀了牧师 但此时将军已经被牧师注入了病毒 大家赶紧返回了地球基地 虽然采集到了牧师的DNA 但第一批病人已经开始死亡 等不及新研发的药物 幸好此时Tierk劝详了一个牧师 他愿意治疗被感染的人类 只见他释放了手中权杖的光芒 整个基地里的病人都被治好了 但他因为背叛了阿安 身体瞬间燃烧了起来 紧接着他随着这团火消失了 在欧灵的帮助下 卡特博士终于制作出了抗病毒的药物 但欧灵的记忆也全部消失了 就连他最爱的卡特博士都不认识了 为了帮助人类他放弃了升天古人的身份 变成了一个地球上的普通人 看来理智的科学派古人的道德 要远远高于狂热的宗教派 而宗教派来到银河系 也不是为了小小的人类 他们的目标是老对手科学派古人 我们人类只是他们斗争的牺牲品 情到深处的两个人正要亲亲 却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低头就看到有一双大眼睛正在盯着他们 外星人催他们赶紧去干活 两人只好尴尬地乖乖听话 卡特博士回到他的工作室 里面竟然还做着二十几个跟他一模一样的自己 他们来自不同的平行宇宙 莫名其妙地困在这里无法讨论 经过这二十多个卡特博士的共同努力 他们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原来他们都是通过星际之门来到我们世界的 我们的星际之门路线上突然多出了一个黑洞 导致多个宇宙之间的虫洞互相连接上 虽然问题找到了 但是要从无数的宇宙中返回属于自己的内力 几乎是不可能了 于是他们找到了外星盟友阿斯加德人帮忙 阿斯加德人远超地球科技水平 但他也无法让这些人回到自己的世界 最后他说 只能想办法修复虫洞的缺口 不再继续让其他人来到这个世界 SG-1小队出发去黑洞附近执行这个任务 和他们一起去的 还有第一组屋闯进我们世界的几个人 他们到达黑洞附近后 刚准备要干活 突然平行宇宙的几个人夺取了飞船的控制群 转头飞向了其他地方 被关起来的上校一直吵着要和自己聊聊 而平行宇宙的上校自知理亏不敢面对自己 但最后他们还是见了面 上校问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说是为了拯救自己星球上的人 原来他们自己世界的零点模块能源用光了 想拿走我们世界的这一个回去使用 他们来到我们的世界也是计划好的 跟黑洞没有关系 原来他们在虫洞上打破了一个缺口 这才导致其他世界的人全都来到了我们的世界 得知这个消息后 大家都对另一个自己的做法十分气愤 这艘飞船是卡特博士亲自设计的 所以根本关不住他 他想办法打开门逃了出去 和半路上上校调转枪口对准了自己人 原来他是假的 就为了发现他们如何逃出去并堵住漏洞 没想到卡特博士早就识破了他 因为他们都太了解自己了 卡特博士他们重新夺回飞船后 返回了地球 然后博士找阿斯加德人借了一件武器 它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 足以击穿星际之门产生的虫洞 这样来到这里的人 返回自己的平行世界了 他们告别了另一个世界的朋友 其中很多人在我们的世界早就已经牺牲了 现在又给了他们重新告别的机会 宇宙中有无数的平行世界 如果真的有一天遇到了另一个自己 是否能愉快地跟他相处 这种小虫子突然不爱吃叶子了 科学家好奇地将肉馅丢进去后 虫子们疯狂地围过来开始争抢 他将这个奇怪的现象赶紧告诉了同事 可当他们回到实验室的时候惊讶地发现 虫子们已经开始了疯狂地繁殖 早已塞满地培养下 突然他们挤爆了箱子掉了出来 吓得科学家赶紧关闭了大门 并启动应急系统销毁了所有虫 可是有一只逃了出来 还在科学家的胳膊上咬了一口 科学家赶紧将它丢在地上踩了个稀碎 正当大家认为已经没事了的时候 被咬的科学家突然倒下了 这肯定跟它被虫子咬到有关 此时正赶上中国代表前来评估他们的研究项目 负责人担心事故会对项目产生负面影响 便准备将科学家偷偷送出去治疗 可刚将科学家抬出来 士兵们就发现它有些不对劲 紧接着从科学家身体里爬出了无数的小虫子 吓得大家赶紧保护着代表们开始撤离 他们放弃了基地跑到了外面 准备前往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就远 但是这些小虫子都是在地下活动的 很难发现它们 带头的士兵突然间被虫子包吻了 很快就把它杀死并吃光了 吓得大家赶紧躲进了一个四面岩石的山洞中 并向地上开枪射击 地下活动的虫子被子弹巨大的震动吓退 刚停下来喘口气的代表们 试问这些可怕的虫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卡特博士告诉他们 这些虫子是这颗星球上独有的 本来它们都是吃草的 但是科学家们改变了它们的习性 现在它们更喜欢吃肉 这样也导致了它们繁殖的非常快 这里已经彻底沦陷 现在地球派来的飞船正在半路上 如果飞船到达后发现基地里没有人 就会释放一种毒气杀死星球上所有的种 同时也会将它们几个幸存的人类杀死 所以大家必须快速赶到基地那里 于是它们又冒险继续赶悟 半路上一个陪同的官员贤累不想走 上校递给它一把手枪 让它被虫子发现的时候自杀用 省得受苦 吓得官员赶紧又跟上了队伍 当大家好不容易来到基地后 虫子们也跟来了 卡特博士赶紧启动了无线电 不断地给飞船发送信号 但飞船此时还没有到达 虫子们已经逼近了基地 上校它们的子弹也都打光了 幸好在最后一刻 飞船及时赶到并使用光传送 将所有人都带走了 然后整个基地都被虫子淹没了 科学是把双刃剑 希望科学家们永远也不要在地球上 做这些疯狂的实验 一切神秘的现象都能在科学里找到答案 就像它们俩的刚刚就将自己 变成了鬼魂的状态 原来世界的人看不到也触摸不到它们 就好像传说中的鬼魂一样 而把它们变成这个样子的 就是眼前这台奇怪的设备 卡特博士猜测 肯定是设备把它们带入了高维空间 虽然这样很有趣 但是它们已经无法喝水吃东西了 得赶紧想办法便回去才行 进入隐身状态后 它们发现设备上显示着很多文字 这些文字是超级文明古人种族的 两个人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 正在它们着急想办法的时候 幸好同事们在监控中发现了 它们两个突然消失的怪事 科学家们刚开始不乱猜测 是这台设备将它们俩变小了 于是拿了一个放大镜在地上找了起来 聪明的丹尼尔博士猜测他们应该是进入了其他维度 因为他自己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怪事 他还猜测卡特博士他们应该就在旁边 只是大家找不到办法沟通而已 这时上校发现他可以触碰到设备上的按钮 于是赶紧按了几下 丹尼尔博士看到后非常态心 这证明他的猜测是对的 于是赶紧询问他们现在的情况 但上校他们只能用适合否来回答 就在他们艰难沟通的时候 有一位科学家觉得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他将设备启动后 又一次白光亮起 丹尼尔博士惊讶地发现他真的看到了卡特博士 可还没等他们高兴 就发现科学家不是将卡特博士他们变回来 而是错误地把丹尼尔博士也送过去了 想救人没救成反倒又搭进去一个 科学家傻了眼不敢再继续下岗了 但是丹尼尔博士觉得这样也挺好 因为他认得设备上的古人种族的文字 他仔细阅读后惊讶地发现了一个秘密 原来这台设备的主人是古人种族的科学家 他们整个种族都已经升天 化作纯能量体永生不灭 但是这个科学家放弃了永生的状态 躲在这里研究了一种极为可怕的武器 这种武器能杀死永生不灭的升天古人 为了防止被族人发现 于是他制作了这台设备 在另一个维度偷偷地搞着自己的研究 设备上的文字在最后面还记录着武器存放的地方 和使用这台设备的方法 丹尼尔博士很快就学会了 他按下几个按键后一道白光闪祸 他们终于成功地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故事就这样完美地结束了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不通 他们既然触摸不到这个世界的任何物理 那为什么不会从地板上掉下去呢 这简直无法用壮观来形容 塔特博士近距离看着太空中这个巨大的星际之门 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的表层像水面一样有着层层的波紋 大家紧张地盯着他 想看看里面到底会出来什么 不一会儿 一艘巨大的星际战舰从里面飞了出来 紧接着又陆续飞出来几艘 他们的引擎散发着蓝幽幽的光芒 有着一种妖艳的美感 很难想象 这些战舰竟然都是这些落后的原始人类建造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这全都是他们信仰的神帮忙建成的 因为人类提前得到了消息 所以派出了全部力量在这里补接他们 并且还交上了我们所有的朋友 虽然我们在数量上占优势 但是面对这种超级文明 大家心里都没有可敌人的目标是地球 我们拼了老命也要在这里将他们拦下来 地球的战舰水先开火 但是这种原始的导弹武器根本无法突破对方的力量 敌人马上就还击了 只有阿斯加德人送给人类的护盾可以勉强抵挡 而那些可怜的盟友则直接就被打爆 整个太空战场异常的惨烈 凡是被击中的战舰立刻就被切 有几艘人类战舰的援军匆忙地赶来 但是也无济于事 所有的炮火都无法伤害到敌人 人类盟军就这样一嗖嗖地被打爆 最后地球人的战舰也被摧毁 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 所有战舰都被摧毁之后 四艘敌人的战舰完好无损地扬长而去 塔特博士简直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战斗就结束 太空中飘散着无数的残骸 他的宇航服已经没有多少氧气了 一直在绝望地呼喊着 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 人类又该如何应对呢 他就来看望妈妈 爸爸见了他吓得立刻跪倒在地上 妈妈着急地想起身看清楚女儿 但是生产的疼痛让他无法动态 女儿赶紧走了过来 将小手放在妈妈的身上 并用金色的眼睛看着妈妈 妈妈瞬间感觉不到疼痛 这个刚刚生下来十分钟的女儿 治好了妈妈生他时造成的身体损伤 小女孩飞快地长大 一小时后妈妈再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有十几岁等一样 女孩说自己长得太快了 肚子饿得很 于是大口大口地吃起东西来 妈妈担心她再这么快速地长下去的话 很快就会死掉了 女儿告诉妈妈不用担心 她说自己是神创造出来的 永远不会死 妈妈并不相信有神 她知道女儿是被超级文明制造出来的 只是借用了她的肚子将孩子生了下来 超级文明想将女孩当作他们的带领人 去做一些他们不方便亲自去做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女孩正带领着 无敌舰队飞向地球的方向 她要强迫地球人信奉他们为神 不听话的就全部杀光 妈妈尝试教育女儿 不要带着一群人来银河系打打杀杀 但女儿根本不会听她的话 她的基因里写满了超级文明的记忆 妈妈没办法 但她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个可怕的女孩 因为就在刚刚 女孩带领的舰队轻松地消灭了银河系所有的抵抗力量 然后奔着地球扬长而去 满天残骸的战场上 就只剩下卡特博士一个活着的人 但是她的氧气也快用光了 她拼命地呼救着 希望有人能发现她 幸亏这时有一艘受损严重的地球战舰飞了回来 但是卡特博士没有办法让自己飞向战舰 上校只好驾驶着巨大的战舰撞向她 一顿危险的操作之后 好运气的卡特博士终于得救了 然后这艘地球战舰赶紧去追踪敌人 因为丹尼尔博士混进了敌人的战舰 此时她找到了女孩的妈妈 准备和她一起杀死小女孩 可是在和敌人发生战斗的时候 罗勒为了保护丹尼尔博士而受伤了 小女孩赶紧去治疗妈妈 可还没等她把妈妈的伤之后 就被丹尼尔博士打晕了 气得罗勒将丹尼尔博士大骂了一顿 就在他们想办法带走女孩的时候 一个牧师出现了 丹尼尔赶紧向她射击 却发现手中的武器已经失灵了 于是她掏出手枪准备打死小女孩 可是她的妈妈很不下心 拦住了丹尼尔博士 就在牧师准备出手的时候 正好地球的战舰赶了过来 将他们传送回了飞船上 一路向着地球飞快地逃了回去 整个世界的人睡着后全都没有醒来 他们都安详地躺在自己的家里死去 这么诡异的情况上校 他们倒是头一次遇到 他让几个人赶紧去调查这些人的死因 看看有没有传染性 而其他人则去了森林里 继续完成他们来这个世界的任务 就是寻找一件传说中威力巨大的超级武器 他们走在森林中突然发现这里异常的安静 原来这个世界早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生物 动物们也全都在睡眠中死亡了 很快到了晚上 值班的士兵坐着无聊就睡着了 上校走过来推了士兵一把 却发现他直接就倒在了地上 并且怎么都叫不醒 大家立刻警觉起来 赶紧通知所有人都不许睡觉 然后马上化验了每个人的血液 结果发现白细胞全都升高了 这证明了他们每个人都已经被感染了 于是上校联系基地 给他们送来了很多可以保持清醒的药物 让大家吃了下去 科学家在每个人的血液中 都发现了一些很小的寄生虫 可能就是这些寄生虫让人们无法醒来的 几个小时后他们去检查那个睡着的士兵 却发现他已经死亡了 卡特博士他们赶紧解剖了士兵的尸体 结果在他的大脑中发现了一只寄生虫 这只寄生虫跟他们在血液中发现的一样 只是变大了几千倍 仔细研究后发现寄生虫的体内全是退飞素 退飞素是我们的大脑在睡着的时候产生的 原来寄生虫就是以这些退飞素为食物 等他们吃饱后很快就长大 挤占了人类的大脑空间造成了死亡 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消灭这种寄生虫 现在所有人都已经困得不行了 随时都有可能会睡着 这是上校他们在一个山洞中寻找的超级武器 武器没找到 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只活着的蜥蜴 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看到的唯一活着的生物 上校猜测他的身上可能有抵抗寄生虫的秘密 于是他和小伙伴想办法抓住了蜥蜴 这时上校已经困得无法再爬起来了 躺在地上秒睡了过去 小伙伴只好自己抱着蜥蜴跌跌撞撞地跑出了洞穴 幸亏这时从基地赶来支援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他 这时卡特博士他们都已经扛不住睡着了 同事们赶紧利用蜥蜴制作了一种免疫血清 孤立了他们血液中的寄生虫 然后将这些可怕的寄生虫给饿死了 之后大家全都醒过来恢复了正常 好运气的人类竟然捡到了一件大宝贝 这是一座超级文明遗留下的神秘场势 它就是地球上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城 可它并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沉没在地球的海里 而是一直隐藏在遥远的其他星球上 这座城市里面有无数的先进科技 让来到这里的探险队员看花了眼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在这座被遗弃了上万年的城市里 竟然发现了活着的城市主人 他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全息投影 回答着地球探险者的问题 但是聪明的丹尼尔博士发现了他的破绽 博士本来是想找两颗星球 奇怪的是他刚用英语说出了星球的名字 全息投影竟然听懂 并很快就帮他找到 丹尼尔博士觉得这太不可思议 他越看眼前的全息投影越不对劲 一万年前的数据库 怎么可能听得懂现在地球人起的星球名字 他问这个全息投影是不是真人装扮的 全息投影见自己的身份被识破 只好承认了 他还警告丹尼尔博士 既然拿到了答案就不要再多问 说完他就消失了 可丹尼尔博士一定要把这件事问清楚 在他不停的呼唤下 女人终于又现身了 他说自己就是亚瑟王传说中的女巫摩根勒佛 但他真实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升天的古人主 当年梅林在地球上偷偷制造 可以杀死升天种族的武器 后来被升天种族发现了 于是他们派摩根勒菲去监视梅林 所以他知道武器藏匿的位置 而丹尼尔博士刚刚问他的两个星球 就是存放那台超级武器的地 摩根勒菲之所以不愿用真实的身份论译 是因为他们升天种族有个规定 那就是不允许他们干涉低等文明的事情 丹尼尔博士说这已经不仅仅是低等文明自己的事情 他们升天种族中的宗教派如果征服了地球上的人类 得到了地球人信仰的力量 那么他们就有能力去消灭摩根勒菲这伙科学派 摩根勒菲知道他说的有道理 犹豫了一会儿终于答应了丹尼尔博士 可他刚想说出武器的秘密 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拉走了 丹尼尔博士知道他肯定是被自己种族的人带走了 因为怕他破坏了升天种族的规矩 好不容易看到的希望又破灭了 丹尼尔博士知道后面的路只能人类自己走了 几个不要命的家伙竟然飞向了黑洞 然后他们打开了飞船的舱门 将一个星际之门丢了出去 星际之门距离黑洞足够近了之后 卡特博士将一颗核弹在他附近引爆 核弹的能量从另一个星门喷射了出来 原来他们是在做一个十分大胆的尝试 想用核弹爆炸的能量将小星门连接在大星门上 这样黑洞就会源源不断地给大星门提供能源 敌人就没办法从这个超级星门来到银河系 可是由于爆炸距离星门太远了 能量释放的不够多计划没有成功 但是如果核爆炸距离太近的话 卡特博士担心会摧毁星际之门 于是他们只好重新计算最近的引爆剧 就在他们准备再次尝试的时候 一艘幽灵族飞船被这里异常的能量信号吸引过来 地球飞船由于距离黑洞太近 导致很多传感器都无法正常工作 并没有发现敌人已经渐渐逼近了自己 幽灵族飞船靠近后 突然朝着地球飞船猛烈地开火 但是地球飞船在这个位置是无法还击的 于是他们只好朝着黑洞飞了过去 地球飞船想借助黑洞引力弹攻的作用 绕飞一圈后将飞船加速 然后抛离这个可怕的飞洞 此时幽灵族飞船也不要命地跟了进来 并在后面不停地朝他们开火 地球飞船眼看就要挺不住了 幸亏他们绕着黑洞飞了一圈 及时地逃了出来 并引爆了放置好的核弹 正好幽灵族飞船经过那里被炸了个粉碎 而此时巨型星门这边 敌人的战舰暗时过来巡摸 他们发现这边多了个小星门 于是掉头过来查看 这是核弹引爆被释放出来的核弹 从小星门里喷了出来 敌人战舰的护盾轻松地抵抗住了核弹的核弹 但是此时虫洞的连接跳转到了超级新门上 巨型新门喷涌出一个巨大的不稳定涡流 这股涡流可以分解一切物质 就这样 强大的敌人战舰被分解掉了一步 然后炸开了花 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 终于在强大的外星文明面前扳回了一举 他扔出去的石头竟然悬浮在了半空中 附近还有很多人都像是被定格了一样站在那里 原来这里有一个看不见的时间陷阱 闯进去后里面的时间慢得像停止了一样 他们通过扔石头的巧妙方法 在这片时间陷阱里找到了一条小路穿了过去 可他们刚脱险 就又被困在一个圆形立场中 里面有个男人说他已经被困在这里三天没吃东西了 就因为他好奇地想看看箱子里有什么 可箱子打开后里面竟然是空的 这群人冒险来到这里 其实是在找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大魔法师梅林 因为他们发现梅林这个人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 但他并不是什么魔法师 而是一位高等级的外星员 他在地球上留下了美德之卷 上面写着如何才能找到他 这个人必须拥有谨慎仁慈 博爱智慧和信念五种美德才行 而刚刚他们穿过时间陷阱 就是通过了谨慎的考验 丹尼尔博士猜测这个箱子也是考验的一部分 他觉得大家不应该光想地索取 也要有所付出才行 于是他让每个人都拿出一件物品放进箱子里 之后他盖上了盖子 立场果然消失了 一行人继续向前走 传说中的梅林就在前面的大厦里 他们来到一个洞口后 上校把枪口对准了带路的老人 因为刚刚老人无意间说出了一句古人种族的谚语 被上校他们识破 老人索性也不再装下去了 他显出了真身 原来他竟然是高等外星人奥里亚 上校二话不说冲着他打光了一梭子子弹 但是人类的武器丝毫伤害不了他 奥里亚威胁他们如果不帮他找到梅林 就一个个地杀光他们 丹尼尔博士问他为什么要寻找梅林 奥里亚说梅林制造了一台能杀死他们种族的武器 并且做出了技术限制 让他们种族的人无法接近梅林 所以他才要接住人类寻找他 大家没办法只好和他一起进了山洞 在山洞中他们发现了一个被困住的小男孩 但是大家一起用力也没有打开闸门 最后奥里亚走过去只用一只手就将闸门抬起来了 小男孩得救后就消失了 后面显现出了一条新路 原来这是梅林对他们仁慈的考验 大家继续向前走发现墙上有很多名语 这可难不倒几位博士 他们很轻松地就通过了智慧的考验 但是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被一道火墙挡住了路 大家到处寻找也没找到方法绕过去 丹尼尔博士想到现在只剩下信念这一种美德 这肯定也是对他们的考验 于是他勇敢地走进了火里面 当他走进去后火墙真的熄灭了 然后大家又继续往前走 很快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中 洞中央摆放着一颗红色的小球 丹尼尔博士想要拿起它 却发现小球根本无法出发 他以为是自己的灵魂不够纯寂 正当大家想返回的时候 突然一只恶龙飞了出来并朝着他们喷 一群人赶忙跑到了山洞外里 这时恶龙也追了出来 可他们打光了子弹也无法杀死他 上校想办法将炸药扔到恶龙的嘴里 然后引爆了 可是仍然无法将他杀死 最后还是机智的丹尼尔博士猜到了恶龙的名字 他喊出名字后 恶龙才消失不见 现在所有的考验都通过了 一群人又来到山洞中 丹尼尔博士再次用手去拿珠子 却还是拿不起 正当大家都垂头丧气的时候 突然他们几个被传送到了另一个山洞中 只留下了梅林的敌人奥里亚 丹尼尔博士在山洞中看到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大魔法是梅林安眠于子 这时墙上的护盾慢慢地消失了 沉睡了几千年的梅林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由于沉睡了几千年的时间 醒来后都有些糊涂 他把眼前的几个探险者当成了当年的圆桌骑士 他说自己太想他们了 终于又能见面了 其中一个探险者看到梅林这副样子 嘲笑他是个傻佬 梅林听到后轻轻一挥手 那个人马上就说不出话来了 但梅林其实并不是什么魔法师 他真实的身份是一个高度净化的外星人类 他们种族的其他人都已经净化到脱离肉体的状态去更高的围多 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留了下来 后来因为梅林制造了一台能杀死所有升天族人的武器 所以他被女巫摩根勒菲封印在了这里 丹尼尔博士说他们来这里是想借梅林的超级武器用一下 因为升天种族中有一伙邪恶的宗教派 他们仗着自己先进的科技力量 逼迫人类把他们当成神爱膜拜 而人类太过弱小没有力量对抗他们 梅林研究这个武器目的原本也是为了对付他们 所以就答应了丹尼尔博士 只见他走到了一台机器前 然后将机器启动了 这台机器可以从分子层面创造任何物理 梅林现在正在制造一台新的超级武器 但是这样的工作非常消耗劳力 尤其是对一个几千岁的人来说很辛苦 梅林有些体力不支 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无法完成这项工作 于是他悄悄修改了机器 将自己的记忆和知识存储了进去 然后他就因为用脑过度晕倒了 丹尼尔博士猜到了他的印 然后把自己的脑袋伸进了机器中 机器立刻将梅林的记忆转移进了他的大脑中 丹尼尔博士的大脑因为瞬间承受了大量的信息死寂了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拥有了梅林的记忆 他发现小伙伴长得真的很像圆桌骑士 现在他的头很痛 他要赶在梅林的记忆消失前赶紧把武器制造好 虽然丹尼尔博士的身体更年轻些 但是比起高度进化的古人种族还是差得很远 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丹尼尔博士就非常疲累了 他想喝口水 一伸手水壶竟然飞了过来 看来不光是梅林的知识进入了他的大脑 那台机器还改变了丹尼尔博士的大脑构造 突然这里的星际之门启动了 原来是敌人也找到了这里 虽然他们只是被武装起来的普通人类 但是数量非常的多 门口的小伙伴渐渐抵挡不住了 丹尼尔博士为了救小伙伴 竟然召唤出了雷电将所有敌人全部击倒了 但他的力量此时也用光了 这时半人半神的外星人奥里亚出现了 丹尼尔博士此时还没有完成超级武器的制造 所以没办法对付他 奥里亚走出山洞准备杀死所有人 就在他发动攻击的时候 丹尼尔博士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帮小伙伴们抵挡住 他让小伙伴们赶紧撤退 自己随后就跟过来 但是敌人很快找上门来抓住丹尼尔博士 并将他改造成了牧师 因为丹尼尔博士的身份最适合去转化地球人 但没想到的是 丹尼尔博士脑子里还有一个大魔法师梅林 梅林移除了敌人对他的洗脑 恢复正常的丹尼尔博士继续完成了武器的制造 他想把这个武器送去敌人的老家 将他们全部消灭掉 但是此时星际之门已经被地球人连接上了黑毒 他的武器无法送出去 为了关闭星际之门 丹尼尔博士故意被地球的小伙伴抓走了 他对小伙伴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大家看他现在的样子都不敢再相信他 还将他关了起来 丹尼尔博士理解大家对他的不信任 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完成这个计划 于是他利用身体里梅林的力量逃了出来 然后占领了地球人的飞船 并驾驶着他来到了星际之门这里 他通过远程操控关闭了星际之门 然后又用意念拨通了敌人的星星 此时他的几个小伙伴夺取了一艘敌人的飞船 武器启动后大家完全感受不到他的威力 甚至开始怀疑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其实武器此时发出的能量波 可以摧毁整个星系的能量体生命 大家从敌人飞船上撤离后 飞船缓缓地穿过了星际之门 很快就到达了几千光年外的敌人星系 那么他们到底成功了吗 现在谁也不知道答案 丹尼尔博士此时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类的样子 他大脑中梅林的意识也消失了 就在大家焦急地想知道结果的时候 星际之门突然又被接通了 大家都紧张地盯着他 想知道里面到底会出现什么 结果让大家非常沮丧 因为里面陆续飞出来六艘敌人的星际战舰 难道他们送过去的武器真的没有效果吗 只见这些星际战舰编好队伍后 直奔地球的方向急速飞去 他们炸毁了自己的星球 整个种族都在爆炸中灰飞烟灭 自毁前 他们准备将所有的知识全都毫无保留地送给人类 并将他们最先进的武器和设备 都安装在人类的飞船上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感觉难以置信 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苦苦哀求他们好多年 但他们都不愿传授给我们知识 他们害怕这样会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而现在突然改变种族 是因为他们整个种族都要灭亡了 由于他们几千年前放弃了自然繁殖的进化方向 所以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是克隆体 虽然这样做免去了死亡的烦恼 但这也造成了他们整个种族基因的退化 他们为了不再承受因为退化所造成的痛苦 而选择了集体自我毁灭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大量的阿斯加德人登上了人类飞船 将最先进的能源系统 武器系统和防御系统等 全都安装在了人类这艘原始的飞船上 卡特博士非常舍不得这些老朋友 因为友好的阿斯加德人曾经无数次帮助过 卡特博士觉得一定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退化问题 但阿斯加德人说所有的方法都已经尝试过了 几千年来他们在进化的道路上走错了路 希望人类不要再重蹈复制 说完就跟卡特博士告了别 传送回自己的星球 阿斯加德人刚走 船员就检测到星球上有大量的能量聚集 此时正巧有三艘敌人的战舰追到了这里 并立刻向地球飞船开火 将军赶紧下令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紧接着阿斯加德人的星球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身为四大种族之一的阿斯加德人 就这样了结了自己几万年的星际文明 现在人类这艘飞船上承载着他们全部的遗产 大家下定决心必须将它保护好带回地球 而且这艘飞船上的科技 会使我们地球文明一下子飞越几千年 但敌人的战舰不会放过我们 它不断地向我们发动攻击 将军没办法只好下令还击 与大神级别的文明战斗 这在之前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但我们现在有了阿斯加德人的武器 正好也可以测试一下它的威力 经过一番战斗 证明了阿斯加德人的护盾和武器系统确实非常先进 地球人的飞船不但抗住了敌人的攻击 还能开火消耗掉敌人飞船的护盾 在地球飞船不断地攻击下 敌人的战舰很快就扛不住了 最后竟然被直接打爆了 这是我们从没有过的胜 可还没等大家庆祝 剩余的两艘敌人战舰也跟了上来 刚刚经历过大战的地球飞船还没有恢复好 就又被迫进入了战斗中 他们拼尽了全力又打爆了一艘敌人的战机 但是地球飞船护盾的能量已经被消耗不好了 再被击中一次就会被摧毁 此时敌人的能量武器已经发射了过来 就在这危机时刻 卡特博士启动了阿斯加德人留下的时间膨胀设备 飞船外的一切都进入了静止状态 敌人战舰射出的能量数像被冻结了一样停在那 但它并没有真正的停下 而是在以极慢的速度接近飞船 但飞船里的时间流速是正常 这样就给了卡特博士他们足够的时间 来想办法躲避这致命的一击 但脱离时间膨胀后 能量射线到达飞船的时间只有0.86秒 所以卡特博士模拟了很多次不同的方案 但都无法躲避这致命的一击 幸亏飞船上的食物和水还够他们生存三个月 在这段日子里 卡特博士明思苦想尝试了各种办法 可最后都失败了 他觉得他们必死无疑了 但好消息是 他发现了阿斯加德人留下的宝贝机器 这台机器可以从分子层面凭空制造出任何物品 这下子他们吃穿不愁了 唯一的烦恼就是被困在这里无法出去 为了不把自己憋疯掉 他们都在给自己找些有意思的事情 卡特博士给自己做了一把大提琴消磨时光 将军也在卧室里养起了花花草草 还有一些人居然憋出了爱情的火花 这样被囚禁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十多年 能量射线一直在缓慢地爬向飞船 这一天 最年长的将军离世了 大家都很悲伤 难道自己也要孤独地老死在这里 卡特博士这几十年一直在努力地想办法 突然有一天吃饭的时候 他静静地对大家说已经找出了逃离的办法 队友们听到后都呆住了 卡特博士继续说 虽然办法想出来了 但是飞船维持这几十年的时间膨胀装置 已经将能量消耗光了 这真是太讽刺了 好不容易想出解决办法 却没有能量去实施他的计划 上校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走到卡特博士身边 拉着他走向窗边 指着窗外的能量射线 他说这不就是你要的能量吗 卡特博士大脑中的思路一下子就被打开了 他觉得这个疯狂的办法可行 按照他的计划 一切顺利的话 所有人都会回到年轻的那个时候 但是他们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 才能改变过去自己的错误行为 Tierk自告奋勇要留下来 因为现在的他已经150岁了 飞船里浪费的这几十年时间 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于是他们准备好了一切 将Tierk放置在立场之中 卡特博士关闭了时间膨胀装置 时间恢复正常流速后 能量射线马上就击毁了飞船 大家瞬间全都死去了 不过很快能量就被收集起来 并重新启动了时间控制设备 时间在飞快地倒退 很快就回到了他们被击中前的那个时候 卡特博士像上次一样 刚要启动时间膨胀装置 却被三十年后来的Tierk一把拦住了 他把编好城区的水晶给了卡特博士 飞船成功地躲开了致命的一击逃走了 回到地球后 大家都很好奇这几十年 他们在飞船上是怎么过的 汪勒一直追着问Tierk自己到底跟谁结婚 但Tierk始终保持着神秘的微笑 什么都没有告诉他们 村庄旁的小山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 一架飞行器从小山里缓缓地升起 紧接着飞行器喷射出一股巨大的能量 离开了这颗星球 村庄被摧毁了 但里面的人早已登上飞行器车里 只留下了一个神秘的大箱子 几百万年后一群地球人驾驶着星际飞船 满宇宙寻找着这个被埋藏的真理之像 由于目的地在遥远的其他星星 所以他们准备通过巨大的星际之门快速到达了 大家都是第一次穿过这么大的星人 显得有些激动 整艘星际飞船就像扎进了一个大水池 陌入的部分立刻被星际之门分解成分子状态 然后通过冲动 将它们传送到了几千光年外的世界 到达埋藏地点附近后 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之前闻名存在过的墨基 到底去哪里找了 正当大家犯难的时候 丹尼尔博士竟然看到了大魔法师梅林的身影 他赶紧叫来了小伙伴 大家搬开表面的石板之后 下面竟然露出了一个地下通道的入口 大家钻进去后四处寻找起来 没多一会丹尼尔博士他们就找到了真理之像 大家把它从乱石堆里挖出来好 丹尼尔博士认真的研究如何打开这个箱子 一旁的小伙伴却着急的一把掀开了他的盖子 发现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 丹尼尔博士说这个箱子 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打开才行 地洞里的环境不太稳定 大家决定先将箱子搬出去再说 而此时敌人的飞船也来到了这颗星球 并立刻向地球飞船开火 地球飞船寡不敌众只好赶紧溜走 敌人派出了很多地面部队 袭击了丹尼尔博士堂 最后将几个人和箱子一起带走 被关在监狱里的丹尼尔博士 恍惚中见到了梅林 这一路上寻找真理之像 都是他在暗中之意 丹尼尔博士说他受够了被戏甩 让对方显出真实身份 梅林想了想摇身一遍 原来他正是古人种族的摩根勒菲 他说自己之所以帮助丹尼尔博士 找到真理之像 就是为了借人类之手使用它 然后削弱自己敌人的力量 这是他所说的那个敌人现身了 这个人正是包了的女儿奥里亚 此时的奥里亚已经不是普通的人类了 他升天后化作纯能量体 靠着稀释人类的信仰获取能量 之前他和所有的族人 分享这些信仰的力量 而现在其他的族人都被人类杀死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独享着强大的能量 他现在已经无所不能 只有真理之像可以改变他手下的牧师 让他无法再获取力量 正在这时地球的飞船准备回来 就走丹尼尔博士堂 但是遭到了敌人的围攻 奥里亚离开真理之箱去查看情况 包了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就出了小伙伴了 大家一起研究箱子的密码想要打开他 就在大家快要成功的时候 奥里亚回来了 他打飞了正在开箱子的丹尼尔博士 Tierke趁机捡起地上的武器打倒了桌子 桌上的真理之箱掉了下来 因为丹尼尔博士已经输入了正确的密码 所以箱盖被弹开了 里面一束白光照射出来直冲天际 牧师看到白光后恢复了正常 并且通过牧师们联网的手杖传播到了整个行星 所有牧师都不再被奥里亚蒙礼了 他的力量迅速地减弱了 但奥里亚还是能轻易地杀死眼前的这几个地球 这是摩根勒菲现身了 他和奥里亚同属于纯能量体的升天主 摩根和奥里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一阵电光火石之后 两个人全都消失不见了 人类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终于战胜了这个神一样的敌人 感谢观看